川普在兩年前決定要對總值 逾5500億美金的中國貨物徵收關稅 那這就讓中國我很不爽 那中國就到世界貿易組織就WTO了 告美國亂加關稅 那WTO在週二就發表了聲明 美國敗訴 就表示美國不能給中國貨物徵收關稅了嗎 欸 錯 所有的專家都指出 WTO判決絕對不會影響 中美兩國目前的貿易行為 所以這WTO到底有沒有用啊 大家好 我是范琦菲 歡迎收看范琦菲的today看世界 WTO這次的聲明呢 是由三名貿易專家組成的小組討論出來的 也是WTO首次針對川普政府 用關稅制裁其他國家舉動作出的判決 表面上看起來是狠狠削弱的 川普對中國的貿易戰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我們先快速回溯一下 這個中美貿易戰怎麼開始的 川普政府所使用的法律 依據是1970年代設立的 美國貿易法的第301條款 這個貿易法規就授權美國總統 當其他國家實施不公平貿易措施 並且影響到美國貿易的時候呢 美國呢就可以對這個國家徵收關稅 跟其他進口限制 那川普指中國呢 常年偷竊制裁權及不當的貿易行為 所以呢 他就在2018年針對中國發起了一連串的貿易制裁 中方則說呢 這個美國徵收關稅是違反了 WTO不得其是單一會員國的原則 也同時違反了一個WTO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要求各國在對另一個國家徵收報復性關稅之前 應該先找WTO的爭端解決機構出面協調 但是川普政府態度很硬啦 他不肯找WTO 認為這個WTO沒有辦法解決中國這種新興經濟體 所造成的問題說堅持要用301條款 這不是美國第一次用 但在1990年代要使用的時候呢 美國是比較有理智的啊 同意呢 會先遵循WTO的爭議解決程序 才會根據301條款展開報復性的貿易行動 反正呢 這個貿易戰就劈里啪啦打了兩年 那美中雙方總算呢 在今年的1月就簽了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中國就承諾未來兩年會增購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 也會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 結束強制即時轉移呢 跟開放金融服務業等等 在這第一階段協議當中呢 中國其實沒有在改變經濟發展模式這塊讓步 但是美方也不遑多讓啊 就說這個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的懲罰性關稅 還是暫時不會撤銷 為了呢就是要完成第二階段的談判 其實美國跳過WTO規範 直接對中國做關稅制裁是真的不符合程序 很多學者也說 這樣的敗訴是在大家的預期之內 川普政府長期以來批評WTO失能濫權 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 對於中國的不當貿易行為 很多國家都恨得牙癢癢的 但是WTO就是沒辦法解決 就以這個發展中國家能獲得的優惠待遇好了 因為是由會員國自行宣誓自己是不是發展中國家 雖然很多國家都認為中國不應該算是發展中國家了 但中國就是報就不放了 WTO拿沒辦法 歐盟國家就跟川普提議 那這樣好了 我們來改革WTO好了 但川普不要 反而是走杯葛WTO上訴法庭的策略 川普這個策略是有效的 像是這一次美國敗訴 華府就可以在WTO裁決之後60天內隨時上訴 但是因為美國近年的抵制 這個WTO的上訴法庭只剩下一位法官 沒有辦法達到審理法庭 所需要的三位法官人數的門檻 所以即使美國真的要追到上訴這個階段 這法庭也是個空殼子 也沒有什麼實質審理作用 美國也知道只要自己表明要上訴 結果就是訴訟無止境拖下去 兩國以前做什麼 以後就照樣做什麼 雖然川普在星期二說自己會去了解一下 這個WTO的判決 他在做出決策 但他也不忘指控WTO就讓中國逍遙法外 擺明了就是沒有要尊重這個判決的意思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也透過聲明批評WTO 說這個國際組織面對中國不斷盜竊智慧財產權的行為 並沒有做出制裁 是個非常不稱職的組織 中國當然就是十分讚賞WTO的判決 所以這個專家小組做出了客觀又公正的裁決 並且呼籲美方可以尊重專家的決定 也遵守多邊貿易的有席規則 那經濟學者則指出 WTO的判決其實對中方而言只是個形式上的勝利 很難真的讓美中貿易戰中的各項這個關稅制裁有什麼實質的改變 尤其川普又狠狠批了WTO一頓 所以中美的第二階段談判很可能會一言再言 那這一次WTO的判決只是再度凸顯了這類大型國際組織的困境 洛杉磯時報有一篇評論的標題就說 這個WTO只有牙齒沒有牙齦 所以這個表情再兇也沒有用了 WTO被架空就表示各國只好回到沒有WTO的年代 戶科關稅比誰的拳頭大 雖然很多國家都意識到這個問題 也提倡要用新的多邊貿易協定 譬如說跨太平洋貿易夥伴協定 來解決WTO失能的問題 但新興經濟體如中國跟印度 你要不要把它拿進來 你不把它納進來 這些多邊貿易協定的功效大打折扣 但納進來之後 這些新型大型經濟體一定會把規則修得對它更有利 那這對其他國家是更好還是更壞呢 你如果喜歡這個節目 趕快分享給更多人看見 你可以訂閱Light Today的官方帳號 他就會每天把重要的新聞 包括這個節目推送到你的手機裡 萬一錯過了你到Light Today的國際欄目裡面 就有我們所有的報道 Fancy video today看世界 天天為你精選一則國際話題 帶你快速瞄懂世界大事 我們下次見